你到底想什么时候出手 姜牟春就盼着我出手 她来统领之前 就已经设计好了这一切 而且宗应林的眼线 现在多为她所用了 整个县衙都是她们的人 我们现在 只能随她心意了 还宗应林呢 宗应林都死了 那周正道呢 这个事你也知道了 好了 她是你的人 只要你处理妥当 我当不知道就是了 等等 你为何戴着面纱呀 是染疾了吗 回江小姐 香瓜近日被虫子咬了手 又咬了脸 她又手痒挠破了 所以才戴着面纱 是不是洗胡了 好 既然如此 为何那么着急去伺候她 赶紧回去歇着吧 香瓜 给我加个毯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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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 你怕什么呀 你知道是我 废话 如果不是我把你叫进来 你早就被江木春抓走了 脑袋这么灵敏 一看就是装病 谁能拦得住郑少风的身手 一直在夜里给我送药 你都好了还躺着干嘛呀 有动静 你怎么又来了 我这药忘了拿了 你这辈子怎么回事 我 刚刚怎么还在动啊 你 你这 对不起 打扰了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是 没关系 没关系 这种事啊 我最了解 你们两个先继续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不 我以为你是江木春 此番前来是为何事啊 我本来是想说 我看门口的守卫 没得害时就换一轮 我想趁这个时间 让谭师爷进来 看看你 但是看这个架势 不用了 那感情好啊 日后我就日日这个时辰来看你吧 你刚刚进来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拦着你吗 有啊 但是你马上把我叫进来了 他可没那么好骗 我知道了 杀了我 他永远都找不到黄金 但是把我关在这屋子里 我永远都会守口如瓶 演戏演得久了 他等不及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他故意放我们进来 时候不早了 不如 那个 我还有事 你们继续 我不打扰你们 我先回去了啊 谁要继续啊 我也走了 你 你们怎么回事啊 好些兄弟都丧命了 现在 外面都不如山寨安全 他们什么模样 看清了吗 这哪看得清楚啊 我们能活着回来就不容易了 就是 他们都特别的狠 刀特别的快 嗯 把我们刀都砍断了 嗯 老大 想啥呢 不行 我得赶紧通知山巷 快去 把小白弄了 得嘞 大哥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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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人 这是我今日刚刚熬好的鸽子汤 你趁热尝尝 多谢江小姐 我现在没什么胃口 等会儿再吃吧 行 那 我先给大人上药吧 等等 我和大人许久未见 思念至极 今儿个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江小姐 还请您见谅 思闯唐大人房间 可是违抗圣旨 我看这已经大好了 你可不许偷懒 还得回衙门办案呢 是是是 言之有理啊 还是公务重要 这个天目山的地图绘制好了吗 还没呢 这没了师爷 大人 办案哪里还有心思呀 是不是 师爷嫌疑未清 清不清 你自己心里清楚 郑少风 注意分寸 江小姐 是这样的 如果说没有了谭师爷 即便是我们得到了天目山的地图 也找不到黄金 对 这天目山的地形 只有土匪知道 可这土匪呀 独独 只相信我们师爷一个人 所以 就独独 有劳江小姐了 好 我这就差人 去把谭师爷请回来 不过大人 这黄金固然重要 可是您自个儿的身体 同样重要啊 别到时候 黄金没找着 人没了 那可是得不偿失啊 江小姐提醒的是 钱和身体 本官还是能分得清的 一定让您如愿以偿